热闹万分的尾牙现场旁边还停放着一辆又一辆的新车 让员工们嗨到不行 大家都在期待等一下能把它开回家 大陆广东这间模具公司老板大手笔提供10辆轿车 价值230万人民币超过台币千万元 给优秀的员工当作年中福利 本身的绿载的一些潜力可能就激发出来了 如果我们像做员工我们要买一台车 可能要多分的两三年 都是一种非常兴奋也是非常自豪的 霸气的老板不止他一人 湖南一间房地产公司老板为了员工订了40辆smart汽车 不管是刚到职一个月的员工或是负责煮饭的阿姨 全都人人有奖 而上海的这位老板则是干脆把百元人民币现金 装到玻璃屋里让员工一次捞个够 只见员工们手拿渔网狠捞白花花的钞票 也让人见识到土豪老板犒赏员工 真的是一点也不手软 记者综合报道